小勒高大勒曲 欢迎来到怀雪的勒高仓库 今天我们来看的呢 这一盒又是佳琪积木的八音盒 不过今天的这个八音盒有点特别 它是梦想号龙舟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用积木做成的龙舟八音盒 它的动态表现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好了 我们这一盒佳琪积木的梦想号龙舟完成了 怎么样 做出来猛一眼看上去像不像一艘龙舟 一艘龙舟在乘风破浪呢 我觉得它做出来的样子还是挺特别的 下面使用金色的零件来进行一个打底 模拟出海浪的这么个姿态 当然手反了 应该是这边 你看叫海浪对吧 然后在海浪的上面呢 有一艘龙舟这么乘风破浪 起起伏伏 看上去的样子还是挺励志的 那我相信肯定有很多朋友 想要先看一下它的动态效果 以及听一下它里边的音乐 那这一套梦想号呢 它里边带的音乐是 我想要教这个世界唱歌 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它的音乐 同时看一下这一艘龙舟动起来的表现吧 那你可以看到这一艘龙舟动起来的表现还是非常独特的 伴随着音乐 这艘龙舟在海浪上起起伏伏 起起伏伏 看上去的样子呢 就好像这一艘龙舟在乘风破浪的前进 当然这艘龙舟的名字就叫做梦想号 就好像你在追逐着自己的梦想一般 一般的八音盒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做的那个埃菲尔铁塔 还有东方明珠 它都是当中一个盘 然后一个东西在当中来进行旋转 而这一个梦想号龙舟呢 其实它的表现方式跟我们之前做的另外的像大风车啊 大本钟啊 这一种比较相似 它当中利用齿轮的传动 一个横向齿轮转接到一个竖向的齿轮上 然后把这个动力传递到旁边的运动机构上面 然后带动着这一个龙舟来进行这么运作 你可以看到 来我们转的时候 这个龙舟就会这样起起伏伏 然后我们侧过来来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龙舟前面落地的时候呢 它前半部分也会碰到这一个海浪上 不过碰到海浪上之后 并不会影响它进一步来进行运作 它的表现还是挺棒的 但是它在后仰的时候呢 由于它本身的重量比较大 所以稍微往后一过的时候 会由于重力的原因 把它往后这样拉一下 所以看上去的动作呢 可能并不是非常的细腻连贯 但是动起来的表现还是没有问题的 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龙舟部分 也就是梦想号 那这个龙舟的表现呢 我觉得还行 它是一个迷你的小龙舟 上面呢 也用印刷键模拟出了这种龙纹的效果 应该是龙纹吧 也有可能是这种鱼鳞的感觉 反正这种印刷键的运用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上面也有几面翻 然后前面一个大大的龙头 龙头这边呢 嘴也是可以稍微的张开 以及闭合的 后面呢 有一个尾巴 尾巴的角度 也可以略微的进行调整 不过真的只是略微的调整 整体而言 这一个梦想号 八音和的梦想号龙舟 它动态设计出色 音乐也非常的动听 唯一有一点不足的地方 我觉得这一个龙舟呢 它是一个非常中式化的东西 但是这个八音和前面印的字呢 却是印了一大串的英文 这一点可能并不是非常的搭调 如果前面能够换成中文的 励志的谚语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会更棒一点 它的价格官方定价 一百出头一点 当然结合各种的活动 你也可能在九十九元左右 就可以买到这样一盒 梦想号龙舟 四百零五片积木 上面的这些积木件呢 基本上都是使用的高砖零件 所以拼搭的手感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你觉得花一百元左右的价格 买这样一个特殊的龙舟积木八音和 是否能够接受呢 好了 今天坏雪的乐高仓库就到这里 这一盒假期积木出品的龙舟八音和 用积木所有的龙舟八音和 你是否还喜欢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简单分享 我是坏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